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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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墙應該會經常見到的 之後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很餓 先吃東西 字幕提供 很辛苦 現在終於來吃晚飯 我們就 隨便找了一間 大屯的燒肉店 來吃 因為我看到NAVA的評分 也有4.5分 所以就過來 今天星期二的晚上 可以選擇的店 不是很多 所以 就是 這個 就是他們的菜單 這個可以給大家做一個 急薄切的 有點少 黏在一起 然後呢 這個就會有 烤泡菜 還有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泰國人的 就好像很貴 我想說 它真的很好 就是 有這麼多價錢 有這樣的店 我真的想說 幫我們燒賣 超好人 吃燒肉 當然不能少啤酒 不過呢 我其實叫的是 Casso 然後呢 這是Terra的杯 我喜歡喝Casso 好 吃吧 很好吃 這個很側重 吃藥餐 哎呀人家是怎樣的 哎呀 一進門後就是衣櫃 打開先 超高級 有很多個衣架給你用 而且你一打開 這裡的燈會自己著 我覺得超好 這裡是一個去擺東西的空間 如你所見這裡非常集聯 是一塊鏡子 一個大桌子可以給你擺東西的 下面有個隔板 不過應該不會用的 然後這些呢 是沒有用的櫃桶 旁邊上面也是 有咖啡、茶、 熱水煲 下面也是一個擺東西的地方 下面也會有個雪櫃 只有兩瓶水的 是啊 可樂也沒有了 一個拿來 今天天氣很好啊 今天天氣很好啊 我們來到第二天的濟州島 今天我們就約了個攝影師幫我們拍情侶照 所以可以拍vlog的時間不是很多 但是中間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想拍一些環境 或者是我們去哪裡拍照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應該先去Daiso 因為我的拍攝有相機 沒有電 去買電 還有我們要看看有沒有料袋賣 因為我們的電不夠 所有東西都不夠電 所以現在應該先去Daiso 然後去出發 我們第一站就是去綠茶園 去到兩點我們就會開始拍照 現在繼續移行 這裡也挺多店 剛剛有Discovery 有ABC Mart 又有National Geographic 然後現在還有這個手指 這個是GAS 剛剛下車了 一下車就有一堆 黃色的花花在這裡迎接我們 現在我們先找到綠茶cafe 然後到兩點我們就會去到綠茶園拍照 今天天氣其實挺舒服的 但是我現在覺得 如果去下午不再暖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冷 然後 天氣也不是說非常之好 好像 都有點陰陰的感覺 希望待會天氣會好一點 去這些小島嶼必備的 這些叫什麼? 毛 草毛 我這次也是淘寶買 然後叫男朋友拿過來 我覺得我之前買的頂好看一點 不過 訂閲當時 好 我們來到這個T Museum的入口 好濕 好濕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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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露餐 是我和 最最露餐的 哇 這裡是一望無際的綠茶田 剛剛我們已經拍完一輪的照片了 因為這位攝影師我自己也是在小紅書上找的 因為價格也不是很貴 都是港幣一千多元的水位左右 所以我也沒有很大的要求 但是我都覺得不錯 好了 這裡很多花 超漂亮的 然後其實我很喜歡它這裡 是會喜歡有些韓文字在這裡超漂亮的 然後超可愛的 然後這裡 我聽見有金放在這裡 拍照的部分剛剛就很心急地周圍拍照 然後現在花了一點時間 讓我周圍拍照 然後這裡 看 超多數球花 超開心 超好看 因為原本是想去那個山茶花之憂 但是因為那邊攝影師說花完全未開 所以我就唯有來這一邊 我想說這裡真的比我想像中大 所以大家可以預留多一點時間在這裡拍照 這裡一拉其實都是售球花 不過他們就還未開的 另外一邊已經開滿了 所以其實我也滿意這間咖啡店的 我之後找回多少錢再告訴大家 你看到後面全部都是花開 那我自己覺得來這裡主要是給打卡用的 如果大家想喝點漂亮的咖啡 其實應該會有其他的咖啡 那我是沖著這個售球花 所以其實我自己就非常之心滿意足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攝影師的資訊 也可以IG DM我 或者是在樓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 好了 我們在這邊差不多了 我們之後就會去一間有金賣的店 好 那我們待會再見 我們現在到了另一間咖啡店 叫Kamdana 對 然後是一個出名的橙橙的咖啡 其實這個咖啡最好是在櫻花季的時候來 或者是秋季 金靈橙當做的時候過來的 這邊就是這麼遠的 通常你看到這裡是沒有什麼人坐 因為外面拍照是漂亮很多的 可以去到那邊嗎 我們點了兩個唇茶的東西 旁邊一直有人在用閃光燈拍照 都挺煩 都挺香 是大家預期到的味道 這個是普通的茶 另外那個其實是比較甜的茶 但我已經其實都沒有看好什麼料就這麼點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想喝咖啡 剛剛喝完茶 現在帶大家周圍看看 這裡其實除了咖啡裡面的環境很漂亮之外 周圍的環境都很漂亮 你看看 這裡可以有一個photo-zone 然後走過一點 已經是第二個photo-zone 然後也會有這些很Igable的擺設 在這裡 很可愛的花花 這個位置也很Igable 你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打卡 這個車的後面也是一個打卡位 那個就會是小紅書比較流行的一個打卡位 對 我們待會 即是臨酒之前就會在那裡拍照 感覺是很韓國 很有那種滯咒的感覺 所以都挺推薦大家過來的 這個就是小紅書上面最出名的一個景點 那個來到這裡 都一定會在這個位置打卡的 因為這間cafe已經傷了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這裡空無一印了 但如果平時的話 都應該會有不少的遊客會過來拍照的 那如果大家來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想一下 什麼時候來會少人一點 那它 我自己覺得這裡真的挺漂亮的 那我也挺推薦大家過來的 不過呢 家風上面是真的有一點點不方便的 便宜大家自駕遊 或者是打的士過來 好 那我們現在去吃東西了 這個是Pini Bim Fuso 它是辣辣的 這個是豬肉湯麵 也是濟州很出名的兩到年來 好 我們現在回到酒店了 今天的行程真的很多 而且都挺貧樸 所以呢 其實呢 可以從我的樣子看得出來 已經是真的超級超級累了 然後呢 對了 我們剛才在那裡吃完麵之後 就坐車回來 然後 現在已經是9點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應該都是去收拾東西 然後就做點休息了 因為明天行程都挺豐富 所以呢 我今天 的內容呢 就應該會分開相片的了 喜歡這影片呢 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這條頻道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條件再見 Fing